Hello大家好,我是李飞白 AG在秋季赛的糟糕成绩,已经多次反映在了人气上面 在最新的电竞俱乐部影响力排行榜当中 AG竟然排在了SYG后面,并且差距不小 看来成绩确实影响了AG的人气 要知道AG之前一直都是KPL的人气王 哪怕是降级那段时间,都没受到什么影响 人气依然高居不下,直到这次秋季赛 哪怕引入了Motion和九成这两位高人气选手 也没能挽留住粉丝的流失 秋季赛的表现真的让AG元气大上 而XYG能获得这么大的支持,主要是因为张大仙 大仙是目前王者荣耀最顶级的主播 可能也是唯一一个,他自己的俱乐部自然有很多人支持 再加上XYG的表现确实很争气 第一次打KPL就打进了S组的顶端 并且卡位赛赢的是AG,更让人有一种逆袭的感觉 其实在选手的投票上,一末 九成和Motion在KPL领域,还是名列前茅的 其他队伍就只有飞牛,能和他们相提并论 但是俱乐部的投票却上不去 这也说明了很多英诺九成和Motion的粉丝 只给自己喜欢的选手投票,并不给俱乐部投票 英诺的粉丝可能觉得AG亏待了他 让他来回换位置导致状态不稳定 九成和Motion干完一个赛季 粉丝们还没有什么归属感 总而言之,想要人气只有拿出过硬的成绩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这个俱乐部投票呢